今年的4月14日 台北原山大饭店点灯ZERO字样 把台湾防疫一级棒的讯息传遍世界 这个接待过美国总统的台湾第一家五星级饭店 最初是由宋氏王朝创办 绕历经了中美断交 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 费老贼名选总统 到后来陆克云集 陪伴台湾度过许多关键时刻 今天就来聊聊 身为台湾人 你应该要认识的原山大饭店 1944年10月 一家日本客机在降落台北飞行场时 意外坠毁在剑潭山上 引发的熊熊大火 把山上日本政府盖来纪念皇室成员的台湾神社烧个精光 这么触眉头的事情 印证着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即将走入历史 1945年二战结束 台湾的第一任省主席赶紧用中华民国美学淡化日本味 在台湾神社原址盖了中国式建筑的台湾大饭店 这就是圆山饭店的前身 1950年韩战爆发 台湾身处第一岛链战略位置 重要性爆棚 美国杜鲁门总统急忙把美国第七舰队派来巡防台湾海峡 远东猛军司令迈克阿瑟也来台湾拜访老蒋 这位曾经在对岸呼风唤雨神一般的男人 现在居然只能请贵宾住进当年日本总督府修建的草山行馆 这被国际媒体拿来大肆宣扬 老蒋面上无光心情非常的不美丽 急着筹办一间能接待重要外宾的国宾馆 在蒋太太宋美玲带头运作下 成立了权贵联谊会 诶不 是台湾敦牧联谊会 最初是由尹仲荣黄仁 洞险光周洪涛于国华 共五位中华民国的药元 以私人名义懂命代诚的 这五个人是特别的爱台湾吗 尹仲荣早年在宋子文的公司任职 和宋氏家族关系匪浅 黄仁林担任老奖的特勤总管长达40年 董显光在老奖还没有发迹前 就当过他的英文老师了 于国华跟周洪涛跟老奖 可都是浙江奉化的老乡啊 总之这精挑细选的五人 一人抖内了10万人 将原本的台湾大饭店在1952年改建 用附近旧地名命名为原山大饭店 宋美玲自然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让自己的外甥女 人称孔二小姐的孔令伟 担任总经理 在那个党国一家亲的年代 原山饭店莫名其妙就变成了 交通部的附罪组织 管理阶层都是官派 基本上孔二小姐的话 在原山饭店就如同圣旨 等于蒋夫人的分身 让原山饭店蒙上了 蒋宋家族招待所的神秘色彩 也开启了她 接待中华民国外兵的光辉岁月 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 在任内访问台湾 还有南非总统曼德拉 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 泰国国王蒲美蓬和伊朗总统巴列维 约旦国王胡生都曾入住原山 另外一位元首VIP 是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 他一共入住过多达24次 原山大饭店从开张以来 就动员国家机器的力量 用纳税人的血和钱去扩建和整修 1965年起 台湾省政府免息提供原山饭店贷款 直到1973年为止 共拨入4亿5000万新台币 当时可是老百姓买房 房贷利率随便都超过10%的年代啊 由于人处于有战乱的时代背景下 原山饭店整修时 巧巧打造了东侧和西侧 两处原山密道 让老蒋小蒋遇到危难时 可以快速撤离 即使面对阿贡的阴谋也不怕 1973年建筑师杨卓成 扩建原山饭店 现在大家熟悉的14层中国宫殿市大厦 在这年落成 这是原山饭店称霸的年代 鲜艳的原山宏映照着台湾前烟草木的时代 原山饭店之所以独特 因为他是台湾社会演进的见证人 1978年美国宣布害中华民国断交 但为了维护跟台湾的关系 同年底派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为首的代表团来台 当时台湾的民众群情激愤 爱国心喷发 淡洗了克里斯多福的车队 为了避免和抗议的群众再次正面冲突 原山大饭店临为寿命 成为中美端交谈判的会场 见证这关键的一刻 80年代是台湾的美好时代 由于国际局势的改变和两岸关系的缓和 开启了许多政治革新 1986年的教师节 党外人士在原山大饭店成立民主进步党 就在隔年蒋经国宣布检言 解除报警 1990年发生了野百合的学运 阿辉伯答应学生的诉求 在原山饭店召开国事会议 最后达成终止动员开乱时期 回归宪法等等共识 台湾的民主化逐步迈向新阶段 原山饭店也算是台湾民主的发展基地 随着社会上高呼转型正义 原山饭店也面临转型的时刻 在下早期权威时代的面纱 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 这几位民选总统 都舍弃中山楼 改在原山举行国宴 后来就连大陆观光客 也可以步入这个曾经是讲 宋家族皇宫般的饭店 吃一块宋美玲跟陈水扁都爱的红豆松糕 即使权威不在 但是遮着原山饭店经营权的神秘不慢 却还没有揭开 财团法人台湾敦牧连仪会 是名义上唯一的股东 连招募员工都要用这种怪怪的名字 每年预算要以专案送交通部审核的原山饭店 究竟该算是党产还是国产勒 数十年来原山带来的利益是谁在享用 是否还持续用你我的纳税钱去喂养它呢 要是有一天原山大饭店传出被出售的消息 台湾人只能乖乖的当韭菜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帮忙订阅按赞和分享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